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大家好,我是琉璃,欢迎收看本期的国服天梯报道 原本呢,这个视频应该是猎魔人扫射多重打小蜜镜,悬赏和梦远回响的配装分享 但蠢货琉璃在今天凑多重装备的时候呢,不小心把掠夺毕业的阳工洗了一条戒律,彻底报废了 所以还是先来看看远处的国服天梯吧 国服目前担任第一的职业呢,是武僧啊,使用的玩法是闪剑敲钟 这也是国服首个150的通关记录 在PTR里呢,这一玩法由于额外享受狂击的bug,存在1200巅峰通关150的记录 而暴雪的削弱方式呢,不是修正这个bug,而是把中的数量砍成了5口 对玩法的实际影响是很小的 这就导致当前版本,武僧依然可以打出夸张的成绩 排名第二的职业呢,是死灵法师,目前的成绩是147成 虽然墓葬稿的bug没有修复,导致死灵对精英和boss的伤害低了5成甚至是3成 但塔哥引导新星还是成为了27赛季最强势的冲层玩法之一 只要最终能刷到威能塔或者召唤类的boss,我们出诚意还是很容易的 排名第三的职业是魔法师 得益于暴雪队目光面甲的改动,魔法师们总算能正常玩陨石了 虽然因为运火之星的独特机制导致奥运还是玩不起来 但配合冰黑洞,冰陨石还是有着不错的速刷和冲层潜力的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这个玩法需要戴着墨镜玩,否则太伤眼睛了 排名第四的职业是猎魔人,得益于神圣特效的加持 猎魔人在27赛季有着全职业最强的速刷玩法,扫射三刀 但这个玩法吧,它不太适合冲层,要打天地成绩呢,还是得靠掠夺极数 巧的是这个玩法也受到了神圣特效的加持 让极数弹的符文伤害倍增,强度还是不错的 值得一提的是呢,PTR第二版,暴雪回调了神圣特效对于极数剑的能量消耗 这就导致猎魔人们还是得拿着阳弓射击数,而掠夺的阳弓是不需要戒律的 琉璃昨天掉了一把毕业的太古阳弓,自带伤害和攻速 只要把敏捷洗范围或者冷却,让他就是掠夺充成的毕业阳弓了 然后我脑子一抽,给他洗了戒律 总之呢,现在就是很后悔,非常的后悔 排名第五的职业是巫医啊 虽然巫医在27赛季得到了三个神圣特效强度都很高 但职业本身是没有特别有意思的改动的,组队方面也很难和死灵竞争 自为导致呢,这个职业的人气还是很低迷 只能靠死中的玩家强行撑场面 排名第六的职业是野蛮人啊 三角线组锤呢,是一个赛季专属的玩法 必须赛季神圣特效才能玩 在PTR内,野蛮人更喜欢用旋风斩巨怪的神圣特效 而目前国服的野蛮人们呢,则更青睐于直接增加伤害的冲击波 那究其原因,还是巨怪的特效笃型太大了 虽然进度舒服,但王战几乎是没威人就过不了的 需要大量撕票才能出好成绩 相比较之下呢,输出更均衡的冲击波 打出成绩会更快一点 排名最后的职业是圣教军啊 目前的成绩是135成 由于暴血对圣教军天使的削弱 现在的圣教军们已经没法纯靠天使大哥代肥150了 而新版本的阿克兰天前又太弱了 其他的几个玩法呢,想要自己杀王也是需要不敌的巅峰的 这几个因素综合下来 导致圣教军天梯现在全是勇气天拳 靠赛季的被动一秒五拳自动推进度和杀王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天梯报道的全部内容啊 你觉得下一个突破150的职业会是死灵吗 我觉得可能会是魔法师啊 我是琉璃,我要去抱着杨公窟了 我们下期视频见,各位拜拜 睇值得 发愿 nok没杀 各位��owej 好了,各位